Hello 大家好,我是黑重斯,首席电工 很多人在旅行中会带上无人机来记录美景 但在回家后往往对着十几机 甚至上百机的航拍素材犯了难 于是,选了一首好听的曲子 草草把素材按拍摄顺序拼了起来 这样片子会像流水帐一样效果并不太好 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这次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根据什么思路来剪辑航拍作品的 希望能为大家今后的创作提供思路 从零到医学影像,欢迎全网搜索Hey Jones 银河西最酷无人机团伙等着你 我们一般会把一趟旅行中 好几天的素材剪在一个片子里 如果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的行程 留作记恋的话 想怎么剪辑都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要考虑到传播 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作品的话 就不能单纯的拼素材了 首先我们要为视频选择一首合适的BGM 我们都知道可以在音乐平台上搜索航拍 剪辑等关键词来寻找BGM 但在音乐的选择中 也别忘了要结合自己的素材 比如你拍摄的是婉约的江南水乡 就别用磅礴大气之类关键词的BGM了 如果是刚走完西北自驾 那么可能就会适合更苍凉粗广气质的音乐 可以搜索类似目的地的旅拍 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学习其中的音乐风格以及剪辑节奏 在找到BGM后 我的第一步不是剪辑视频 而是剪辑音乐 我会先浏览一遍自己拍的全部素材 根据素材量来预计最终的成天时长 如果时长过长 通常会导致大量的相似素材 视频节奏不够紧凑 观众自然容易失去兴趣 难以看完视频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素材量 把音乐剪成我们需要的长度 这也会让人们保持精简素材的好习惯 只在成片中展示出最最精华的部分 在开始航拍的剪辑前 我会按照光照和拍摄物 来对素材进行大致的归类 我在上一个海边航拍的短片中 是按照清晨日出 白天光线 黄昏日露的逻辑来剪辑的 这样虽然把多日的拍摄素材拼带了一起 但并不会让人感觉画面很乱 航拍非常的靠天吃饭 在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拍摄时段 会拍出截然不同的画面效果 后期中 我们可以按照光线情况 对素材进行大致分类 在剪辑中 避免上一个镜头阴云密布 下一个镜头晴空万里的情况 在相邻镜头的光线反差太大时 如果镜头间没有其他足够强的内在联系 就容易让观众觉得很突兀 我们还可以寻找画面中的相似拍摄物 或者相似元素 常见的例子是在很多的旅拍中 会把不同场景下的汽车航拍剪辑在一起 或是把几段同样人物的镜头剪在一起 另外像这样日出下行驶的小船 和在进港的船只之间的两段镜头 就可以归在一起 虽然这两支是不同时间段拍摄的不同船只 但由于行驶方向一致 主体类似 后期剪在一起就会让观众感觉镜头是连贯的 相似元素的镜头会让我们忽略场地的变化 实现顺滑的镜头衔接 高级的运用则是像油管大神扣的这样 用山间镜头接雪地汽车 由于画面中有云和雪这两样相似元素 后期得到的效果就非常的丝滑 通常在相邻的镜头间 同运动方向的镜头接在一起 会比反向飞行的镜头衔接更自然 比如这两个日出的镜头 主要的运动方向都是向右侧飞 如果反过来 第一个镜头向右侧飞 而接的镜头是相反向左飞的话 虽然说不上错 但看起来会有点不太流畅 当然并不需要镜头的运动完全一致 比如以下两组镜头 第一组镜头水平的前飞 配上云台90度向下的前飞俯拍 第二组先向前飞行 再向后飞行 相比起来 虽然镜头朝向不同 但由于第一组镜头运动方向都是前飞 看起来会更自然 在对同一个景色或物体航拍时 我们通常一般不会只拍一段素材 在后期剪辑需要几段素材时 比较初级的做法 是选择全部镜头中最美的几段 其实可以有意识地 使用同一拍摄对象 不同景别 不同角度的镜头 比如在剪辑同一建筑的航拍镜头时 可以先用圆镜 再接近镜 还可以使用俯视 仰视等不同角度的镜头 这样能大大避免 后期观看时的重复感 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话 你一定听说过月轴的概念 简单来说 就是两人对话等场景下 摄像机可以在两人形成的 虚拟轴线的一侧的多个角度拍摄 但如果下个镜头 机位突然出现在了轴线另一侧 就出现了月轴的错误 在航拍中 常对自然环境拍摄大景空镜头 不存在轴线 但如果对车辆 人物 楼房等特定目标拍摄时 我们就需要避免出现月轴的情况 比如在这里 前一个镜头中无人机在车辆的右侧 跟随航拍 而下一个镜头 无人机变为了左侧跟随航拍 这样的月轴 就会造成观众在视觉上 不舒服的跳跃感 在剪辑时 我们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 来匹配画面 比如你选的曲子是开场平缓 中段激烈 结尾平缓的结构 在平缓的音乐段落 可以用壮阔的大计 而在节奏快速 激烈的段落 可以在航拍素材中 寻找比较有力量感的画面 比如奔跑的人物 大范围快速环绕 近距离航拍车辆 然后把这些画面 剪辑在音乐节奏最强的部分 这样画面和音乐会更协调 最后来讲讲航拍中的转场 近几年 转场有被滥用的趋势 相信在座不少人也会有同感 经常会看到 两段平缓的航拍大景间 突然使用了一个 短视频爆款的炫酷转场特效 这样就很话说天足了 如果视频风格 不是非常个性的话 通常用一些简单的转场就足够了 比如最基础的溶解效果 两段航拍大景间的天空转场 亮度键转场等 不一定要追求 夸张而高难度的转场 转场一定要合适 才能为整体效果锦上添花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一些 新手在航拍作品 后期时常会出现的问题 在新手练习中 建议不要急于求成 可以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后 再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 好了 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详细成员阿金 可以添加非国微信 另外记得多在弹幕 或者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说不定你的想法 就会是下期的选题哦 欢迎关注 黑jones官方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